为了改善康乐一届的人行步道 新城相公所向中央争取 1000多万元经费来兴建 同时也重新铺设薄油路面 让大家来到康乐村有崭新的一面 新年乡为花莲县的大门户 由于康乐一届的人行步道和路面 长领失修 让整个设计区民们在这里行走的时候 即开车可以说是破旧不堪 新年乡长何丽大贝老师 三年之后了解地方的需求 并且在中央单位来申请建设的经费 这次获得1800万元的益助来进行改善 每一个村都有经费的益助 我今天讲康乐村 除了我们新建活动中心以外 我们康乐国小前面的人行道的改善工程 这几天就要来完工 这来对康乐村整个道路的一个改善工程 我们也度认为真正机会来给他做改善 公园的部分和同一的适次的部分 我们也积极来振进研究会 九个村 乡长没有如后真的一个村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九个村一起来发展好不好 好 现在乡长何丽大表示 康乐村是灵修的胜地 也是华林县中央的门面 而这是获得中央肯定 来重新铺设看了一件路面 可以说是大大改善整体的风貌 尤其在于长者相当的多 来人行步道运动 可以说是相当频繁 希望地方坚持了争取 而让社区有展现的一面 记得讲完新铺和老 再见